林志玲与黄渤这两个人 如果单单从颜值或者身材上去配对 人们依旧很难会将他们联想到一起 但是人生就是那么奇妙 作为台湾第一美女 志玲姐姐偏偏不爱帅哥不爱金主 却对于矮琐但是高情商的黄渤兴趣浓浓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高情商却低颜值的人 也是林志玲几次三番说最想嫁的人 之前极限挑战中 穿上婚纱的林志玲哭得梨花带雨 在他和其他男嘉宾演戏的过程中 真的就让人这是演戏而已 唯独这个男人换成了黄渤时 他眼里透露出来的真情与娇羞 却真的让人觉得这个是个 已经陷入天天恋爱的少女 其实我们从很多场面都能够看得出来 林志玲对于黄渤 除了钦佩以外 还有几丝情愫蕴含其中 林志玲本人也的确在媒体的采访中正面回应过 如果黄渤是一个没有家世的人 他一定要将他追到手 奈何 现实总是难遂人怨的 黄渤在出名前其实早已结婚生子 有了完整的家庭 两个人除了一同合作过很多电影 出演过情侣以外 现实当中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朋友 能够看上在颜值上比自己差那么多的黄渤 更加证实了林志玲 其实是一个对于自己另一半要求非常低的存在 林志玲已经40多岁 这个年龄即便是在娱乐圈 依旧太大了 而不缺美貌 不缺金钱的他 其实只想要一个对自己好的另一半 这个人不用很高 不用很帅 也不用很有钱 只需要能够了解自己 陪着自己过完人生的下半部分 之前两人合作的101次求婚中 林志玲对于黄渤的感情其实已经开始悄然诞生 当时黄渤在剧里饰演的是一个普通人角色和林志玲在一起后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或许在戏中 林志玲就已经感受到如果能够和黄渤在一起 那样朴实无华的生活 其实就是自己最想要的吧 虽然黄渤最终依旧成为了林志玲的遗憾 但是他终于也能够在自己45岁时碰到了自己真正的真命天子 虽然这位真命天子没有踏着七彩祥云来找自己 却也对他十分好 林志玲也在微博上表示自己真的很幸福 就好像林志玲本人说的 他能够在自己成为老女人之前嫁出去 而且还不是敷衍的嫁 而是真的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婚姻 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幸福二字 说不定还不能表示当时他心中的喜悦 在林志玲公布恋情的时候 伴随着祝福的同时 还有不少质疑于失望 大多网友发出的质疑声音 都是因为志玲姐姐嫁的人的国籍太特殊了 中国向来对于日本 有着难以磨灭的不舒服 但是林志玲本人也说过 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只要对自己好便可 即便网上有铺天盖的的质疑 林志玲的不少朋友依旧献出了自己的祝福 就在他公布婚讯的那一刻 舒淇就立刻现身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娱乐圈还有很多明星 比如柳妍 张星亿 马天宇等人都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这些祝福都会成为他继续追求爱情的勇气 遗憾的是婚礼上 林志玲一直以来都放在心上的那个人 终究还是没来 在她婚礼的那一天 黄渤因为个人原因 拒绝邀请选择缺席了她的婚礼 还记得在参加极限挑战时 黄渤对林志玲说 生活不是偶像剧 朴实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情 希望终有一天 可以在你的脸上流出真正的不是剧本里的笑容 到啥时候不管选择与否 都将真诚地祝福你 这句话一出 志玲瞬间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林志玲 是真的感动了 但是很遗憾 虽然黄渤说过无论她选择与否 她终究还是没有去参加婚礼 或许不出席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终究却感觉缺少什么 或许就像黄渤说的那样 生活不是偶像剧 真正能够陪在自己身边的 才是爱情 心在的林志玲 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爱的人 那么现在的她 就要抛开曾经的一切情感 正是自己的婚姻和陪伴婚姻里的哪个人 因为将来用朴实无华的人生去陪伴她的 不会是黄渤 而是新郎 我们不必去纠结黄渤 到底因为什么参加志玲的婚姻 只需要默默地将这些质疑和感慨抛去 祝福志玲姐姐真的可以和自己选择的人一起 互相陪伴 白头偕老 我们不再是我们 我依然还是我们 过往之事如燕云 也希望林志玲和黄渤的友谊长存 未来有机会合作拍出更多的影视作品 现在我们不再按赞 我们不再按赞 继续